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学习进阶,算法应用课程的内容 那么在上一节课呢,我们跟大家开始介绍了这个 目前为止啊,就是这个Deep Learning里面表现 总体来讲的话是表现最好,准确率最高 也就是被应用最广的一种算法 叫做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 也就是这个神经卷积网络 我们跟上节课呢,跟大家介绍了这个神经网络的结构 以及它基本算法的原理和过程 那么这节课呢,我们就开始跟大家 接着补充一些这个之前讲过的这个feature maps 这个一些细节,因为上节课讲的还是比较概括 那么这个feature maps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过程来生成 在这个过了之后呢,我们会跟大家来演示啊 就是我们大家可以假定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实现的细节 我们只是通过来调用一些比较高层的这个函数 跟大家来演示一下这个 Neural Network,就是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 就简称CNN 它的这个表现如何 我们再加不同的层和之前的各种神经网络的算法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训练效果的如何不同 然后呢,我们在下节课呢 再跟大家开始介绍具体我们这个 如何在Python里面来实现一个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 好的,所以这节课呢,我们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演示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节课的内容 所以呢 我们看一下 首先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个feature maps 上节课我们大家解释过 就是说假如我们的这个输入层对吧 我们的这个图像呢 是一个跟以前一模一样 用这个Minist Data Set的话 它是一个28乘28维的这样一个metrics 也就是一个这个矩阵对吧 那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和之前我们学的这种线性的 就是这种Fully Connected的Network的区别 就是在于我们之前不是把2828的把它拼接成 就是每一列拆下来 把它拼接成一个非常长的一列嘛 然后它里面有784个神经元 对吧 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在CNN上面的 我们的就是说还是保持它这个空间的一个结构 也就是说仍然是28乘28的这样一个矩阵 然后我们还记得我们第一层是怎么来用 是吧 就是说我们假设它有一个小的window 就是小的一个窗口是5乘5的 那么我们对这个28乘28上面 先取这个左上角 最左上角这5乘5的 我们叫receptical field 然后我们针对我们这5乘5和我们开始那个window 也就是说这25个权重组成的这样一个window呢 分别给它每两个对应的点相乘 之后再相加 相加以后我们再加一个bias 偏向就是b 然后我们对应到下一次个神经网络上面的第一个点 是吧 上节后我们给大家讲的是这一点 那么我们所想的这个feature map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可以这样想 就是说我们想在第一层中达到一个目的 就是说我们用不同的这个初始化的权重来探测到它的一些特征点 比如说有些图它在这个纵向有一些这个边际啊什么的这些 我们想得到它这些 检测到这些特征点 我们有某一种的初始化的filter 对吧 我们对它进行这个扫描过去以后 我们得到一个24乘24的这样一个结果 对吧 作为这个作用convolution的运算 那么我们用我们在另外一种方式下 我们可以想把它这个图片中 比如说横的这种横向的这种特征检测出来 我们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初始化权重 就是说我们扫描很多很多的这个五乘五的跟它进行convolution运算 然后我们对它整个进行这个扫描得到另外一个矩阵也就是24乘24的对吧 那我们就叫第二个feature map 所以我们第一次得到的叫一个feature map 第二次到另外一种feature map 它们分别捕获了原始图像中的不同特征 所以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在通常的这个神经网络之中 人们往往用的远远是大于三个feature map 在上节课内容中我们跟大家介绍 就是我们这个feature map是用了一个三个feature map的例子 但是在通常实践的人们用的往往是大于三 所以他们可能用比如说20的这个feature map 所以再解释一下就feature map的概念就是说 我们通过某一个初始化的权重和和bias 对输入层的每一个receptical field进行更新 并且跟它就是密集的这个扫描过去以后 得到了新的这样一个metrics24乘24的 这样就叫做一个feature map 我们在另外一种方案用权重和另外一种权重和偏向更新之后 就叫另外一个24乘24的一个feature map 所以每次我们选用不同的权重和bias 也就是一种映射的方式之后我们得到的一个东西 就一个metrics就叫做一个feature map 好在我们这个例子里面我们看到 假设我们有20个这样的方法 所以我们得到了这样一个新的叫convolution layer 是吧 就是因为我们做了convolution运算之后 我们得到了20个24乘24的这样一个矩阵 所以我们记得我们在这层之后 我们还要进行一个什么运算呢 叫pooling 大家回忆一下 pooling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我们这个图像 它的整个的像素点还是比较多的 也就是说24乘24这么多 对吧 每一个就20个中的每一个 那么我们想进一步浓缩图像的信息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对这个图像 我们把它想变得小一点 但是我们仍然保持图像本身的一些关键的信息 所以我们做一个什么运算呢 就是叫pooling 什么意思 就是说对于20乘24的图像 我们取这个2乘2的一个小方块 我们把每四个像素 2乘2不是四个像素吗 我们把每四个像素 求它的这个max 也就是最大值 这很简单是吧 比如我们在最左上角 取一个四个像素 然后我们取最大值 对吧 我们把它映示到新的一个矩阵里面 那么我们再往右移动一个像素 再用四个里面取到最大值 是吧 我们映示到下一个 那我们同学们想一下 在这个24乘24这个里面 我们进行这个pooling maxpooling的话呢 它的结果是什么样的 是不是它的长和宽分别都比原来缩小了2 因为每四个点 是吧 长宽2乘2的变成1乘1的 所以我们结果之后就是变成了 对于每20个中的每一个feature map 我们都进行这样一个叫maxpooling的运算 那在这个之后呢 我们得到的这个矩阵就是还是20个 但是每一个它的维度就变成了12乘12的 但是它仍然能够捕获到我们之前的这个 在隐藏层的第一层 也就是convolution layer 这个feature map上的信息 因为我们只是把图像的信息浓缩了一下 那么它的背后的这个逻辑就是说 我们对于图像来讲了 它每一个渠道的特征 它的这个像素的绝对位置并不是很重要 而是它跟别的像素之间的关键位置 相对位置比较重要 也就是说我们做了这一层pooling之后呢 我们仍然是保存了它相对位置的这些信息 而这是我们需要的 好了 那在做完这个pooling之后呢 我们看到啊 我们这点说进行 我们把这两步叫通称为一个convolution的一层 也说先做一个convolution预算 然后再做一个pooling 在这个之后呢 我们进行一个 这个啊 我们加一个这个100个neuron的一个线性的啊 我们就是加100 在下一层我们加100个神经元 然后把它和100个神经元进行一个fully connect 然后在100个神经元之后 我们就是输出层 输出层就是刚好是10个神经元 对不对 10个神经元对应的就是10个数字嘛 0到9 那我们在这个加了100个神经元 和这个10个神经元之后 之间呢 我们用一个softmax layer 就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的softmax 也是 这个100个和这10个之间 它是一个fully connected network 也就是说每一个点 神经元在这100个之中 都和这个10个上面的每一个神经元相连 就是两两 所有相连 好的 那么我们现在就看一下啊 假设我们这个用之前实现的这种神经网络 和我们现在的这个CNN 也就是convolution network 来做一个学习 我们看一下这个精确度上有什么对比 是吧 因为我们说现在CNN表现得很好 那它具体怎么好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首先我们选一个baseline 也就是一个基准的衡量 那就是说我们现在不用convolution啊 不用CNN还是老方法 就是说我们 这个network呢 仍然就是说输入层 然后呢 中间有一个隐藏层 然后一个输出层 很简单 是吧 然后我们这个隐藏层呢 我们有一个100个神经元 我们一共有三层 对吧 输入隐藏层和输出层 隐藏层有100个神经元 然后呢 我们总共训练60轮 也就是60个epicurs 然后呢 我们订的这个学习率啊 learning rate 也就是这个ETA 它是0.1 然后呢 我们订的这个mini batch的size是10 是吧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代码啊 首先呢 这个大家应该比较熟悉了 首先呢 我们就是导入import 我们之前订的这个network3的这样一个 类啊 这个network3给大家解释一下 下一节课 我们会给大家详细解释这个network3里面的 所有代码的实现 在这里 我们就给大家简单说一下 就是在network3里面呢 我们实现了这个 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需要的这些层 他比如说我们之前介绍这个pooling这层 还有这个fully connected layer 还有softmax 然后呢 并且我们把这个 需要convolution里面涉及的需要的这个function 这个函数全部都实现了 所以呢 我们现在就通过这个network3里面的函数 给大家来演示我们不同的算法的对比啊 好 那我们导入这个层以后 我们先导入它这个其中的这个构造函数 叫做network是吧 它就是来初始化我们所有的权重啊 所有的这个神机网络的结构 然后呢 我们再导入这三个 因为我们中间要用到这三个啊 就是后面我们要用到 就是说啊 一个是conv convpool layer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一个convolution加一个pooling 这一步运算 它的一个函数啊 下节课我们会大家解释这个详细实现 这节课我们从这个比较高层的角度 只是看一下 我们通过调用这些方程来得到的这个结果 有什么不一样跟之前 好 那我们还导入一个fully connected layer 这也就是我们最后两层这种 每两两都相连的这种fully connected layer 还有我们定义的这个soft max layer 好 假设我们这个network3 三就实现了这三种function 好 那我们下面跟之前一模一样 我们把这个训练的这个minister dataset 导入以后呢 我们把它分成三部分 一个是这个训练集是吧 就是training data 一个是validation data 就是我们的验证集 一个是这个test data 就是我们的测试集 然后我们设置这个参数mini batch 就是每次我们来抓取一小块 训练集来实验 它的这个大小是十 就每次我们从训练集里面 找十个数据来训练 好 那么首先第一步我们来实力化 这样我们的一个神经网络对象 通过调用构造函数是吧 Network 我们已经导入这个Network 我们看一下 我们构造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就可以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把 这个神经网络中的每一层 要用哪些层 是哪种层 哪种类型的这种一层Network 我们把它直接就在构造函数里面就声明了 也就是说我们看一下 我们首先第一层要用这个 fully connected layer 是吧 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们输入层和这个中间层 这之间是fully connected 就每两两之间都神经源都连起来 好 那大家想一下我们这个输入层一共有多少神经源 这个跟以前一模一样是吧 就是一个纵向的28x28的就是一个784个神经源 那么这个out呢就是说中间隐藏层是吧 因为这个大家注意点 就是在这个fully connected layer 它指的是我们连接输入层和中间这个隐藏层的这一层 怎么connect 它是fully connected 所以这层里面的参数就说它的in其实就是我们输入层的神经源个数 它就是784个 然后下一层这个中间隐藏层的我们不是想设置100个吗 神经源对吧 所以我们out就是输出 也就是我们目前的这个隐藏层的神经源个数是100 好的 那么我们下面来看一下我们来初始化这个softmax layer softmax layer它是连接这个中间的这个隐藏层和输出层的这样一层layer 那么我们softmax layer它的输入也就是我们隐藏层有多少个神经源对吧 因为一共就三层嘛 上面一层连接的是一二层 下面这个softmax连接就是二三层 所以我们输入就是中间隐藏层的100个单元 然后输出呢就是我们的10个数字的分别对应的10类是吧 0到9 所以就是10 好的 那么我们这个mini batch size我们之前设定的是10 我们在这里啊设定这儿 然后呢我们现在就开始训练 我们通过调用这个net上面的这个随机梯度下降算法 stochastic gradient descent算法我们来传入几个参数 首先呢我们是数据集是training data是吧 然后我们呢60指的是我们要训练60轮 也就是我们epkers的数量是60 然后呢mini batch的size我们之前定好的是10 然后这个0.1呢是我们的这个学习率是吧 learning rate 0.1 然后我们用来验证的这个数据集呢是我们的validation data 然后我们测试集就是我们的test data 好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啊 因为这个训练的过程呢需要花一些时间了 所以在这里我就不重新演示这个训练的过程一步一步了 给大家提供一个结果啊 就是之前跑过的结果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初始化权重的时候呢 我们是用从这个正态分布里面随机来产生的所以呢同学们在这个每个人机器上跑包括你跑不同的次数的时候 它的这个最终结果最好的这个accuracy它会有一些小的变化不一定完全相同啊 但是基本属于这样一个范围之内 所以我之前跑的结果呢 它是就是说达到了这个97.8%的accuracy 是吧 那大家还回忆一下我们上上一节课呢 就是我们在介绍这个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之前的我们跑的这个实验呢 我们达到了98.04%的这样一个一个一个准确率啊 一个accuracy 我们看哎 这次还没有上次高是吧 那为什么呢 其实很简单 因为我们当然我们还没有开始用这个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 但是我们这次和上次实验的不同是因为我们这次没有用这个regulization这一项 上次我们用了regulization是吧 嗯 然后呢 我们就在这个准确率上比上次要差一点是吧 有些同学可能有点忘了regulization什么意思啊 这个的话可以回顾我们以前的内容来看一下 然后呢 这次呢 我们用的是这个softmax啊 我们记得我们上次用的是sigmoid function 我们这一次这个神经元之间更新用的是softmax 然后呢 上次用的是sigmoid的函数加上这个 我们的这个cost function 我们用的是cross entropy啊 所以这就是造成我们这两这两次训练的结果有稍有不同啊 所以看来看来这个regulization还是比较重要的 好的 那么下一面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就加入我们刚刚学习的这个convolution这一层 我们看一下训练的效果有什么区别啊 convolution这一层 也就是说 我们仍然是20 就是我们开始这输入层就不一样了是吧 我们现在是一个二维的结构 不像之前是一列下来是784的 我们现在就是28乘28的 然后就像我们刚才解释的一样 我们用20个feature map进行convolution运算得到了下一层 然后呢 我们再用pooling对它的这个大小分别就是横长和宽分别除以2变成了12乘12的 然后我们加入了一个100维的一个单单层的这样一个啊神经元的层 然后我们输出层还是10个神经元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初始化的结构非常类似其实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加了一个convpool什么意思 就是convolution加pooling就是这一层 我们加了一层中间 但这层我们初始化的时候呢 就是吧 我们首先呢 要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初始化的时候 我们这个是一个二维的关系的是吧 所以我们必须要表明我们这个mini batch当然不变了 跟之前 那么我们这个就是一个28乘28的这样一个形状 是吧 跟之前不一样了 然后呢 我们这个filter shape什么意思呢 这个就是说我们在从第一层到第二层中间要不是要用一个不同的权柱吗 5乘5的小框小方框跟他进行这个convolution的运算 那这个小方框他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filter 那他的形状是什么 他就是5乘以5大家看到啊 就是5乘以5 他是一个一维的 然后他这个他这个一共有20种小方框对吧 分别产生了20个这个feature map 所以我们就20 然后5乘以5这样一个 然后我们这个pool size什么意思呢 大家还记得就是说我们从convolution完了之后 对不对 我们要进行这个pooling这一步 也就是说我们要把它每多少个小方框变成 把它变成一个用这个max的函数把它变成一个 也就是说我们要浓缩就是除以几 把它就是它的dimension也就是长和宽要缩小到几 我们这是长宽分别除以2是吧 也就是说每4个小像素变成一个点 那当然这块是我们手动设定了 同学们如果想把它更大的浓缩的话 你也可以变成4乘4是吧 那4乘4的话大家可以想一下 你从24和24 4乘4之后你都变成什么了 24对 24对 有个同学可能想到6乘6 所以呢好 这就是我们pool size 下面呢我还跟以前一样是吧 我们进行这个convolution pooling layer之后呢 我们下一层就是一个fully connected layer 就是加100个神经元就行了是吧 然后输出层 这还是用的softmax layer 这跟之前是一样的 好 那我们来 假设我们跑完这个程序之后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准确率上次有什么变化 我们看这一次我们达到98.78% 我们看一下上次结果 我们是97.8% 是吧 我们看到有明显的提高 所以大家现在看到这个通过加入这个convolution layer之后 我们的这个学习的这个最终的准确度啊 准确率非常大的提高 所以我们也看到了这个convolution layer它的一个作用 好 那有个同学可能现在变得很high 他说啊 这个convolution layer很有用啊 那再来一层 好 那么就再加一层 对吧 再加一层 那我们现在神经网络变成什么样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就是说在这个图的基础上 我们这算一层是吧 就是一个convolution运算 加一个pooling运算 在他们两个基础上 我们再加一个convolution pooling 就把这两部分重复一遍 是吧 然后再进行这个100个neuron的folic connect layer 那我们看一下 那其实很简单 我们在代码上其实只有一个变化 就是我们在处置化的时候加了一层嘛 之前不是一个convolution pool layer 我们现在就加了一层 跟以前一模一样是吧 加了一层之后 好 那我们假设我们来运行这个程序之后 我们得到的这个 我们得到的这个 准确率 accuracy是99.06% 我们第一次跨越出这个98 达到99以上准确率 我们看一下再次刷新了这个记录 所以呢 我们觉得确实这个 看到加了两层convolution layer 可以进一步提高准确性 好 那我们现在有的同学想 我们之前不是讲了一个问题 就是训练神经网络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用sigmod function 它有一个缺点 什么缺点呢 就是说我们不同层面 它学习的效率是差别非常大的 我们跟大家之前证明过这个问题 是吧 后来我们跟大家强调说 我们如果用这种新的一种function 不用sigmod来更新这个神经网络 用这个叫rectified linear units 我们来更新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 就可以避免这个问题 就是说不同层之间 它学习率差别非常大 这样一个问题 那大家回忆一下 这个rectified linear layer 它什么意思呢 其实它就是说非常简单一个function 就是说fz就等于max0z 这很简单是吧 也就是说 我们有一个变量进去以后 这个变量它如果是个负数的话 那它的方程值等于多少 对就等于0对吧 因为0比它大嘛 然后当它大于0的时候 大于等于0的时候 就等于它自己就完了 是吧 但是我们之前给大家证明过 用rectified linear unit 可以避免我们不同层之间 学习率非常大 变化非常大的问题 对 所以我们现在就想做什么 就是说在之前的实现上 我们把进一步替换一下 就是说我们用 我们用rectified linear unit 来代替sigmoid function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代码 前两层是convolution pooling layer 是吧 一模一样 但是我们看到 这个里面的参数变化 是吧 我们这时候所使用的 这个activation function 也就是说 我们激活的这个方程 我们就变成了 rectified linear unit 大家看到 我们之前用的是什么 我们之前用的是sigmoid 我们之前的activation 我们默认的是sigmoid 我们这时候指明 我们需要用 这个rectified linear unit 好 那么其他的 比方的没有变化 所以我们看一下训练效果 我们上一步用的是 达到的是 准确率是99.06 对吧 我们这次居然达到了 又有提高 是吧 我们把准确率提高了 提高到99.23了 所以我们发现 比之前用sigmoid的函数 又稍有提高 好 那我们现在把我们之前学的这些武器 统统都用上了 好 我们还有一个武器还没有用 就是我们这个 我们把 我们如果把这个训练集 增大一些 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 如果我们把这个训练集 按照人们日常生活中 可能发生的这种实际情况 把它的训练集 有益的人工扩大的话 也就是我们训练集变得更大 以后 我们可以进一步 来提高这个神经网络的 这个准确率 训练以后的准确率 好 那我们现在做这样一个 简单的一个运算 来通过 就是之前 我们的神经网络里面的训练集 也不是五万个图片吧 我们现在做一个非常简单的运算 就是说 这五万个图片 我们把每一个图片 把它的所有像素 向下移动一个单元 这样其实很容易 大家可以想一下 比如说 你在一个纸上写文字的时候 写五的时候 有的人他可能偏纸上方写一点 是吧 有些人偏下写一点 那么现在很简单 就是说 把这个所有像素 向下移动一点点 这是日常生活中 可能发生的一种变化 是吧 所以 那我们可以向下移动 也可以向上移动 也可以向左移动 也可以向右移动 所以 现在我们扩大训练集的方法 非常简单 也就是说 我们把这个图片 所有的pixel 所有的像素 向下移动一个 我们 本来有五万张图片 那我们把每个图片 向下移动一个 我们得到多少张新图片 五万张 对不对 那我们 分别向上下左右 都移动一下 不是扩大了四倍 对不对 然后再加上原始的数据 所以我们现在 在扩大之后 我们总的训练集 是不是 等于说原始的数据 就五万乘以五 就达到了25万个图片 好 我们现在就用 这25万个图片 作为训练集 比以前要大了四倍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训练效果怎么样 所以我们看一下 我们首先实现一个方程 再重复一下 下一节课 我们应该具体解释 我们所有的实现 这节课 我们就调用这个方程 是吧 我们就叫 load shared data 就是我们之前 把我们的数据 存在我们的硬盘里 某一个地方 然后我们现在 我们之前会靠一个 叫expand minist python 这样一段程序 这个程序的目的 它其实作用 就是把我们的图像中的 pixel上下左右 分别移动了一下 然后我们调用这个方程之后 我们把它的结果 存在我们的硬盘中的 一个目录下 把它的名字就叫做 minist expanded data 这样一个数据 然后我们这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时候 load data的时候 我们用的就不是 以前的training data 我们用的就是expand data 然后我们在这时候 我们load的时候 就是load的是expanded data 然后我们现在训练的时候 跟以前一模一样 还是两个convolution layer 加一个follow kinetic layer 和一个soft mix layer 对吧 让我们看 我们现在准确率达到多少 达到99.37% 我们还记得上一次 我们刚才我们这一轮实验 我们达到准确率是 这个99.23是吧 我们进一步提高了 所以确实验证了 我们以前学的这些武器 确实每一个都可以 让我们这个神经网络 变得更加的强大 是吧 好 那现在有的同学 可能比较high 他觉得说 那我再加一个 100个神经元的 这个follow connected layer 在这个隐藏层 行不行 当然可以加 那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我们假设 再加一个100个神经元的隐藏层 那我们就是说 有两个这个follow connected layer 是吧 然后我们加进去以后 我们一看 我们运行完以后 发现 结果是99.43 跟以前并没有太大提高 是吧 所以这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我们不要误认为 在神经网络里面 我们加的层数越多越好 当我们层数达到一定程度之后 我们如果再加的话 它可能就会出现 这个overfitting这样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看一下 这就印证了 就是说神经网络 它每一个对于具体的数据集 和方法来讲的话 它有一个比较合适的层 这样通过实验来验证出来 也不是说我们层越多越好 好 那我们最后 还有一个方法 我们可以改进 就是说 我们大家记得 我们之前给大家讲了 这个dropout方法 dropout就是说 我们把神经网络中 先开始初始化权重以后 我们把其中 随机选一半神经元 把它直接抛弃了 把它扔掉 我们不用它 然后我们就用 剩下的这一半来训练 训练完了之后 我们用backpropagation的算法 把权重和weight更新之后 我们下一次 重新正向的更新的时候 我们再随机选一半的神经元 一半的神经元去掉 但这次选的跟上次 可能不一样是吧 通过这个方法 我们之前给大家说明 这个dropout通常可以提高 这个神经网络的准确率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 试用一下dropout 我们还是用扩大之后的训练机 然后神经网络的设置 跟以前基本是一样的 除了我们现在使用的 我们看一下 我们用dropout 我们用dropout来dropout 0.5 就是一半的神经元 我们只在fully connected的层 用dropout 我们之前这两个 convolution这两层 我们不用dropout 所以就是说 在两个fully connected layer 就是全部连同的这两个层 我们分别用dropout 来drop掉一半的这个数据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准确性 哇 我们现在提到99.6%了 又有非常大的提高 然后呢 隐藏的有一千个神经元 我们的epkers 其实还比以前少 我们减少到了40个 就是训练40轮 所以呢 这些方法我们看到 我们在一层一层加上去之后 我们都会提高 我们这个神经网络的准确性 那么还有一种方法 我们之前没有给大家介绍 叫assemble of network 什么意思 这个主意也非常简单 我们之前给大家提了一下 但是没有解释什么意思 它就是说 我们直接训练多个神经网络 对吧 我们现在是用一个神经网络来训练 我们就训练 比如说五个神经网络 所以你训练出来以后 它每张图不是属于某一个类吗 比如123456789 然后我们比如说这五个里面 我分别让它投票 看它 这个图片分别可能属于那几个类 我们用一个多数分少数分多数的一个 投票的法则来决定 每个图片的类就行了 其实实验证明 就这样一种简单的方法 我们叫assemble 就是我们训练多个多个神经网络 把它每个的输出值 通过投票决定结果 也会提高神经网络的训练效率 所以这叫assemble of network 那么这节课 我们就给大家演示了这些改进的方法之后 我们实际得到的效果会提高 最后给大家看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结果 就是说 这些图片 就是我们通过我们刚才的训练方法 得到了神经网络之后 我们把误识别的图像给大家画出来 大家可以看一下 比较有意思 就是说 我们其实 每个图片的 大家可以看这个像几 有同学可能说6 有的时候说0 其实我们每个图片右上角标记的是 我们ground truth 就是我们真正的标签是多少 然后右下角这个图 表示的是神经网络 就是我们的convolutional network 训练出来认为它是多少 就是我们predict 就是预计出来之后 这个值是多少 我们看到 其实这个图片 虽然它实际只是6 我们看 其实和0非常像 甚至我们来看 这个 我几乎 以我的热眼来看的话 我觉得它更像是个9 但是其实它真实值是个8 也可能这个人写的时候 它这个比比较粗 它底下这个圈画的比较小 变成一个 所以 它是8 但其实这个神经网络 其实我们看 这些错误 其实非常容易理解 是吧 因为就我们人的肉眼来看的话 也会把它误识别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再举个例子 比如说 这个1的话 1和6也说不清楚 其实它是6 但是它这个写的并不清楚 看起来像个1 有些就非常明显 是吧 比如说呢 我们这个7 有的人写的时候 它有个尾巴出来 然后它其实也像个2 也可以看成是个2 所以我们神经网络把它 我们这个神经网络 CNN把它认成是2 所以通过这个 误识别的这个图像的展示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神经网络 最终达了99.6% 的这样一个准确率 而且呢 它识别错的这个图像 其实在人肉眼识别 也是非常困难的 那现在同学 可能有的同学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只对最后一层 使用dropout的方法 为什么不对 之前的convolution这层 也使用dropout 那就是说 我们知道 这是一个CNN的 一个比较好的性质 就是说CNN 它本身的convolution层 对于overfitting 有防止的作用 因为他们 我们还记得 所有的神经语言 它共享着 这25个权重 是吧 它共享权重 造成convolution filter 强迫对于整个图像 进行同步学习 所以它不太会造成 这种overfitting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们不用对 convolution这两层 用dropout 因为我们dropout的目的 是用 来防止overfitting 那么CNN的好的性质 就在于 它本身 对overfitting 有防止作用 所以我们总结一下 说为什么 我们这次 跟大家训练神经网络 就可以克服之前 我们说到 训练的一些难点 在深度学习里面 我们看一下 其实有很多方面的东西 都提到起到作用 首先我们说 之前给大家证明了 就是用CNN 它其实大大的减少了 我们参数的数量 跟之前所有的 两两支相连的 这种fully connected 神经网络相比 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就是说 我们用dropout的方法 减少了overfitting 第三也是非常关键的一点 就是我们跟大家 之前证明了 我们用reactified linear units 来代替sigmoid的函数 我们避免了overfitting 也避免了 同时我们也避免了 在不同层上 不同层 学习效率差别非常大 学习率 差别很大的问题 是吧 然后第四就是说 因为我们用reactified linear units 我们每一次更新很小的话 如果本来是很慢 但是我们现在结合了 用gpu运算的话 比以前的cpu运算更快 所以即使我们每次更新很小 但是没关系 我们仍然是可以 在比较合理的时间内 可以算出来 我们最后的结果 好 这样的话 我们就这节课 跟大家介绍了 我们各种 就是说 把各种我们之前学到的 就是提高的方法 结合在一起 跟大家成功的 把这个minister手写的数字 神经网通过CN 来提高非常大的一个表现 减确率 那么同学们可能 就是说比较好奇 说目前我们这个神经网 就是现在大家在科研上面 包括就是用应用的比较好的 这个神经网络 到底有多少层呢 给大家可以解释一下 其实我们现在这几年 随着神经网络的发展 一些大公司和研究机构 他们所做实验 所用到神经网络 已经非常非常大了 像前两年 Google发明了一个叫Google Net 他们的神经网络 达到20多层 所以就达到非常高的一个准确率 好 那么这节课 我们的内容就在这里 下一节课 我们会跟大家详细来介绍 我们如何来实现一个 convenution neural network 也就是如何实现 我们今天所用到的 这个network3 那network3 好 那么今天内容就在这里 下节课再见 谢谢 谢谢